大家好,我是愛預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預言神 滿命五星直接拿 全新優化來了 後續活動提前看 正沒想到官方會在4.7版本前瞻時播中放那塔的相關大料 旅行者的目光都放在了那塔資訊中 是不是忘記了原神新版本的優化和相關活動信息 4.7版本優化總結 1.使用力鏈點凝曲每日委託的功能 開放等級下調至24集 方便新手玩家更快完成任務 節省時間,提升实力 2.體力值提升至200 突破底層代碼 原神終於提升體力存儲上限了 但由於恢復時間沒有改變 所以24小時不不滿 不過好在能夠多出40數字 玩家一次可以合成5個數字 稍微方便了一點 3.聖遺物快速裝備裡 制定一方案中 新增加推薦屬性的快捷填寫功能 新增篩選功能可以讓玩家快速完成聖遺物選擇和搭配 4.新增好友上限 4.7版本前好友上限為60個 更新後將會提升到100名 不過按照目前好友列表的狀態來看 能夠再向20個已經謝天謝地了 不過根據第三深淵的設定來看 可以借大佬的滿面五星角色進行挑戰 4.7活動相關簡介 安顧珠方之溯源 全新的戰鬥玩法 玩家可以操控魔物攻擊其他魔物進行推演 只有玩家選擇恰當的交戰單位來迎戰 才可以獲得勝利 獎勵有全新四星武器 原始和材料等獎勵 分辨凡香好物壇 老玩法 直接清怪獲取隊一個積分就可以完成任務 一絲剩筆及各種小活動聚集到一起的歡樂活動 玩法簡單 滿足條件就可以拿到原始獎勵 飛蹦瘡流二重咒 開大炮活動 畫面非常可愛 同樣也是簡單的小遊戲 完成任務後可獲得原始獎勵 幻想真鏡巨師由魔女創作的劇本 全新的深淵 有限制條件 可以使用好友的角色助戰 具體玩法可見 4.7新生冤玩法介紹 魔女回消息終於來了這篇文章 如果你對這些遊戲的最新情報感興趣 記得關注我的頻道 我會及時為大家帶來更多的消息和資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